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我们的视频当中讲了 我说你的攻球攻得好的话 拉球应该是不存在什么问题的 是吧 攻球和拉球就是有一点点区别而已 只要你发力正确了呢 你攻球发力正确 那么拉球的话肯定是不存在什么问题的 好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的一个打球的一个视频 刚刚我们看了一下他的视频 这位女士呢 我们看他的一个动作呢 应该知道 她呢 听信过比较专业的人去指导过 打球的这个节奏啊 包括整体的一个动作呢 那还可以 看起来还是算比较专业的 打球呢 我给到她有两个建议 他做的比较好的呢 是他的有动脚的意识 只是呢 脚动的比较慢 脚动的比较慢 然后呢 基本的 嗯 脚的一个站姿啊 还有弯腰啊 屈膝啊 这些东西呢 做的都比较好 我给到他有两个建议 第一个呢 就是 他在攻球的时候啊 他打过来的球拍呢 是这个样子的 你看 他是打过来的球拍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样子会导致什么呢 导致摩擦球 摩擦不了 而且呢 他这样打的话 他的一个力量打不出来 因为他不是迎球往前打的 那我们呢 要怎么样 要迎球往前打 这个球拍呢 球拍我们基本上要 比如说这个球在前面 我们这样走 我们拍面呢 要对着球 拍面对着球走 对着球走 而我们不能这样去拍球 不能这样拍过来 拍过来 这个呢 就跟我之前说的一个有点爆球的那个感觉是一样的 爆球的感觉是一样的 那我们打完球之后呢 拍面要迎着球 跟着球走 拍面 你看这个球在这里 我们打了之后 拍面要对着球 拍面始终要对着球 不管我们是打完了之后也好 还是在打的时候 拍面始终对着球 对着球 正对着球去打 那么这样呢 我们一是可以减少虚误 二呢 我们可以把力量打出来 三呢 我们可以更好地去摩擦一个球 所以呢 我建议这位球员呢 打的时候把拍面啊 打完了之后 这个拍面对着球 拍面还要对着我们的球在前面 对着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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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第一点建议 那么第二点建议呢 就是啊 它的一个身子虽然弯下来了 弯下来了 然后呢 脚呢 也站得还可以不错 然后脚呢 也转起来了 但是 它有一点就是没有利用我们的宽去打球 没有利用我们的身体的胯顶出去 没有顶出去 没有顶出去 它打的时候呢 大概就是这么打 大概就是这么打 那我建议它打的时候应该 应该要把这个宽顶出去 胯顶出去 顶出去 顶出去 把这里往前顶出去 把球拍 宽顶着我们的手 手 手这里 把球顶出去 顶出去 顶出去 这样去打 好 这位球员呢 就没有做起来 没有做的话 肯定那身子的力没有传到手上来 肯定呢 力量就会比较差 好 我们刚刚看到了呢 有它的两个视频 一个是它攻球的视频 前面的一个是攻球的视频 其实呢 攻球和拉球啊 问题就是一样的 它拉球的时候呢 可以多带点摩擦 把我刚刚所剪的那些呢 改正过来之后 可以往前多带点摩擦就行 多带点摩擦就行 它如果前面的那些 我说的那些动作啊 就是这样打球的一个方法 不改过来的话 它拉球肯定是拉不好的 拉不了 这个呢 就一定要把它改过来 那么我就呢 粗略的给到它呢 两个改进的一个建议 希望呢 我的这些建议呢 对它有所帮助 还有最后就是说一下呢 这个视频呢 因为最近呢 确实有点忙 然后这个视频呢 发给我好几天了 我都没有去为它去简解分析啊 耽误了好多的时间 非常的抱歉 那么今天呢 就简解到这里 喜欢我的球友呢 请点个关注 也可以呢 联系我 加入到我们的交流群来 如果你有问题的话 就可以向这位球友一样的 拍一个视频呢 发给我 我也可以呢 根据你的视频呢 去为您专门呢 简解一个视频 希望呢 可以帮助到大家 这里呢 每个视频都会给大家带来 乒乓球救助上的一点小干货 喜欢我的球友呢 请点个关注 有任何问题呢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 当我看到了你的留言之后呢 我就会一一地回复大家 谢谢大家